武汉肺炎疫情升温 有不少超商和药局 不到中午口罩就卖完了 为了避免有人恶意哄抬价格或是囤货 造成供需失衡 经济部宣布 从明天2月1号起 口罩每片的价格从8元降到6元 不过仍然维持一人限购三片 武汉肺炎疫情拉警报 民众恐慌就担心口罩买不到 30号许多超商和药局 还不到中午时间 就贴出受庆的告示 年假期间物流 厂商等人力全本 都较平持高 也拉高口罩价格 如今年假结束 产能也逐步恢复 行政院邀及卫福部和经济部讨论 并在30号晚间 召集业者协调统一价格 宣布从2月1号起 口罩价格从8元降到6元 维持一人限购三片 由政府统一增购 例如增购四百万片 目前我们每日的产量 尤其在今天也重视的开工 上看每日可以生产到四百万到四百二十万片 那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日产六百万片 甚至更高 政府统一增购口罩的政策 将占定持续到2月15号为止 每天增购大约四百万片 来舒缓口罩抢购潮 确保国内供需无余 另外针对国内口罩出口管制 财政部重申 维持每人最多五核危险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脸书提醒 如果恶意囤积口罩 提高交易价格 将违反刑法 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并刻罚金三十万元 政府部门将严格查期囤积 跟哄抬物价情况 记者综合报道